今天我们如来藏中的故事 就来谈谈 在日本开创了 曹洞中 有就是日本曹洞中的 出祖 上道下园 禅师的 故事 因为他从刚开始 出家要修行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遗佛 就是人人本济佛性 那么为何还要修行 在他出家以后 这个骗刑不拙 很多的当时的这个出名的 这些高僧 很有名望的这种 大德 都没办法解答 这个道言禅师的这个遗佛 所以他因为心中有这种的纳闷跟遗佛 那么为了求这个生命的真理 所以他后来掩渡从阳来到中国 在当时的中国是宋朝 所以最后他终于遗上了 跟他有缘的师父 这个如敬禅师 所以后来他是大彻大悟 因为当时他这个开悟是很特殊的开悟 因为他的师父都常常讲 只管打坐 只能打盾 有一回 在禅堂 所有的这些弟子们 就是这个道言大师 跟这些同参的道友们 在禅坐的时候 旁边有一位 这位同参的这个师兄弟 在大瞌睡 在古时代呢 这个禅堂的规矩 会被打相反 那么他们的师父呢 这个如敬禅师呢 就是一棒打下去啊 一记棒喝 只管打坐 只能打盾 打的是旁边的 不是打他 打的是灵丹 坐在他旁边的那个 但是因为很近 那个声音很大 所以他等于听到这一声呢 他一下子 他的身心整个脱落 那么他的这一个原先的那些 那些迷惑 那些疑惑 整个都 当下就说 顿破 哦 原来禅 就是身心脱落 世民为佛 这样就是佛 然后 他后来要回日本的时候 他的师父 对他的吩咐 就是叫他 远离凡乏的这个市井 这些都市的寄落 而且要远离 钱贵的这一种 攀岩 不要跟这些皇亲贵族大官 或是大生意人搞在一起 所以他必胜呢 就是说 以私自为己之 就把师父的这个 对他的这个 恶提面命 永永的 都记着 照这样去实行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 进入这个 道元大师 有关他的 如来葬中的故事 根据这个资料的显示 他是在这一个 日本 他的父亲母亲的家族 在刚时都是皇亲贵族 就是政治家的这个协同 他有这个协同 在日本那时候的叫做建立三年 也就是西元 一二一二年的时代 他是在那时候出生 那时候出生 在那个时候 在三成果 就是现在的京都 那个时代以来算 他是已经到了十三岁 十三岁 他有个外号 叫做文书菩萨的文书 文书丸 就是我们什么 什么药丹 甘露丸 那个丸 在当时的 被起的家族 亲人 把他叫这个 这个 这个片名 就表示说他是 很聪明的孩子 他十三岁 就是那时候是他十三岁 但是呢 他 母亲呢 已经 往生 已经往生了 父亲 也更早 就往生 等于说是在他的 这个 父亲在他三岁的时候呢 就过世 母亲到他八岁的时候 也往生 到十三岁的时候呢 他去找他的舅舅 他舅舅呢 是住在那个 比货山路的 良官法师 他的舅舅是出家的法师 那么有一天晚上 他十三岁了 他想到他的 王母 思念母亲 因为对父亲印象小 三岁父亲就过世了 对父亲没什么印象 八岁对母亲很有印象 所以三金半也去敲门 敲这个 这个寺庙的门 然后就请开门 那么一看 那么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 古时候的 这个 丛林呢 都有 类似的各种执事 比如说 知客的 照客的 这样的师父 就来 是谁这么晚的 在敲门 大家都认识他 他说 我要找我的舅舅 那么他舅舅 当然就来跟他见面 就说 那这么晚来 有什么事情 他们到这个 这个舅舅 因为他们古时候 这一种 因为禅宗 是有一种习惯 如果说 你是属于禅师的 这样 无论你是 是不是真的开悟 反正就是 好像武侠片一样 东方不败 什么西方不落的 他的舅舅 梁官华眼 听起来 比现代人讲很酷 看起来好像 应该一定很有成就 你看 善良的梁 又会关照的官 又是正华眼 这样的华眼 梁官华眼 能够起这样的 这样的 法号也是很不简单 那么就问他说 这么晚了 你有什么事情 他说舅舅 拜托你 无论如何 请让我出家 那舅舅来想 那这还得了 你说这什么话呢 我们所有的这个亲戚 都希望你将来成为一个大政治家 能够出人头地 从政他们松殿家 他们就是松树的松 这个宫殿的殿 从政这个松殿家的这种 等于就是说 重建这个 光宗耀祖 但是呢 这一个时候 这个文书丸 也就是后来的这个道言禅师 那么为了 这个故事 为了讲起来比较流畅 从现在开始 这个文书丸 我们就以道言 这个禅师的这样来称呼 他向他舅舅讲说 母亲 气势已经五年了 他说是松殿的舅舅 亲所 把抚养长大的 因为舅舅好几个 这个是他来求他的这个 这个良官发言 这个舅舅 这个是出家的 但是他还有在家的舅舅 舅舅 在家的舅舅 他来照顾他 把他抚养长大 只有八岁 母亲现在过世了 我现在十三岁 所以说他说 虽然是松殿的舅舅 亲所抚养我的 但是呢 我还是想要出家 那么这边 另外这个良官发言 就问他 那既然是这样 那你为何还要出家 你也晓得 你的父母过世以后 都是舅舅在照顾你 你为什么还想出家 大家都希望你 将来当个王公贵族 继承这个家业 那这个出家的舅舅 就跟他讲 约十年前 你的先父 叫做久我通亲 这个名字 就是很久 很久很久 然后我就是你我的我 通就交通的通 亲就是我们说 亲戚朋友的亲 他在十年前 你的父亲 久我通心 当过内大臣 是个非常杰出的政治家 而且呢 就是你的父亲 还有天皇的协同 你们是名门贵族 你也成绩这样的协同 然后再加上你这么优秀的素质 必定能为成为 将来成为大政治家 成功的达成 松殿一组的愿望 但是呢 这个 道元呢 当时就 我不行 我不行 那么他这个 舅舅就 哎呀 你不要这样的 转牛角尖 你现在不要就求情 书家 说现在要下这个结论 还太早 你才十三岁 再考虑看看如何 就叫他再考虑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道元禅师呢 日本这个朝道 朝动中的 这个创世 这位禅师呢 这个大德是不得了 你看他说 从母亲去世后 我是一直考虑着 这些为什么会有这些生 病死 我们讲爱别离的这些苦 所以最后才下这个结薪 哎呀 那么这个 这个舅舅就 讲了 但是你虽然是这样讲 但是出家也不是那么 随便 也是很苦的 这时候道元 他就先跟他的舅舅讲了 我是依母亲的遗言 为母亲和祖母 祈求敏福 这是要 遵照他母亲的遗所 为他的母亲 跟他的祖母 就祈求这个 我们来讲 就是说 在我们讲叫 敏阳两立 那敏就是讲 是比较说 已经往生了以后的 这种呼报 那么这个舅舅是跟他讲 但是你不必出家 不入佛门 也能祈求敏福 意思就是我们有时候要超度 公养三宝 放生 或是行善 也是可以 赔敏福 但是这个 当时的这个道元禅师 虽然还那么小 他就跟他这个舅舅讲 他母亲 他平日就常说希望他 希求一个 女人不要成为政治牺牲者的社会 这是他母亲的理想 他说我要脱离让我母亲受苦的政治世界 我要出家 并为母亲祈求敏福 那么他这个舅舅 他也了解说 我的姐姐确实也曾经那样讲 原来姐姐就是有那么多的无奈 这一季里面 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下 就是说你人不要成为政治牺牲者 在当时的这种 尤其王公贵族的社会是这样 他为了诸侯为了彼此 要能够 叫做敦亲牧邻 要彼此能够有互相的拥护 或是不要 化身我要来抢你的领地 我要侵略你的时候 他们经常会把这个女儿 或是妹妹 去嫁给这个临近的王侯 所以他的母亲意思是说 他很不希望说 你人都被作为政治的牺牲 你没有自己的选择 不能选择你自己喜欢的人 所以他说 他的母亲就常常讲 希望有一个社会 有一个社会是 你人不要成为政治的牺牲者的社会 那么这时候他的舅舅呢 这就是这个梁官法院 这位出家师父呢 他就了解 我这个俗家的姐姐 十六岁的时候呢 成为盐益众的测试 也是个诸侯 这个盐 就是我们饮水施盐的盐 益就是正益的益 众就是众财的众 一个人字旁在一个众 他十六岁的时候就成为盐益众的测试 但是后来呢 益益众呢 战败而亡 那诸侯彼此之间的这个沙发 就战死了 所以之后呢 哎 才又来到 哎 你的父亲呢 九我同心的跟前啊 再成为他的赤士 这完全是为了松店家的安乐 就是说 道盐大师啊 我们现在讲的日本这个朝动中的祖师 道盐大师 他的道 也是道德的道 那盐就是我们那个成绩师 他那个盐朝的盐 他跟我们 在这个近代的这个 大家称他教授和尚的这个道盐长老 我们的道盐长老是 也是道德的道 不过盐是饮水食盐的盐 字是不同 应是有点相同 有时候会搞错了 说我们的道盐什么时候去日本 当他们的朝动中的祖师 所以说 他的舅舅这边就可以了解说 他们家的 虽然是也是贵族世家 那可见就是说 这个道盐大师 他的母亲那边就姓松店 古时候就是为了 能够希望自己的这个整个贵族的家庭 能够再延续 所以你看 就是道盐大师的母亲 只有16岁 16岁就嫁给 盐益仲 当人家的 人家都有的都有盐配 盐配就是说 现在讲就是大老婆 测试等于就是说 俗话讲的这个小老婆 但是很不幸的 这一位战死 战败而亡 你看后来又嫁到另外一个珠峰那边去 也是去当人家的测试 结果就是 才升了 道盐大师 虽然是说有贵族的血统 但是 他的母亲 身为一个女人 就感受到这种无奈 所以等于说 他三岁的时候 他后来的这个 他的生父 这是九我同亲 就往生 他只有三岁 那到八岁 母亲又往生 所以等于说母亲就常常 在跟他讲 哎呀 命苦啊 最好是要出嫁 所以他的里面 如来藏里面 过去生也有种子 那今生的异道的因缘 又是这样子 所以他这个 特别的锐利 就是缠着他这个已经出家的舅舅 说求他要 答应 后来他舅舅 哎 谁没办法 又是姐姐的遗宴 好吧 但是 这个舅舅啊 就跟他讲 修行是辛苦 也很严格的 但是那时候 只有十三岁 哎呀 不简单 哎呀 当时的导演啊 大师啊 就这样斐达 怎样的严厉 都没有关系 我就是要出家 哦 那么后来 他的舅舅呢 梁冠法眼呢 就送他 到这个比货山 横川的 手嫩炎炎 然后 就是要让他去 实习 开始就去住 准备出家 而且他这个舅舅还讲 哦 你的志气很好 但是我的还要 向我们的主人啊 向我们的亲戚们 去传达跟解释啊 可能我还会 被人家责怪啊 哎呀 他这个你看 他还是有好因言 这个舅舅 还是成全他 后来呢 哎 道元大师呢 就搬到这个 波瑞谷的千光房啊 我们讲这个 波瑞 波罗密的这个波瑞 这个谷啊 这是一个名字 波瑞谷的这个 千光王啊 千光房 这个叫做 也是一个名字了 千光就是 我们讲这个 过期无量一节的 千光佛 他是千光房 房间的房 但是他开始 接触学习 这是天台的 天台学习 学这个天台的 然后呢 再到了这个健保元年啊 他就 在这一个 天台的住持啊 这位 这位公言大师的 坐下呢 就剃了 剃了头 而且还受了 大圣的菩萨戒 因为讲天台中算是大圣的 就跟他起那个 法号 你就叫 佛法 佛法道研 就在佛法里面的房间里面 道研 简称就叫道研 叫他好好精进修行 那么他出了第一步的这个 总算成为出家人哦 他是成为天台中的 的僧人 华号就叫道研 那么他就很专心的 阅读 有许多的经典 而且要求自己 也多 我们讲就是水灶 过着严格修行的生活 但是有一个问题 在当时啊 这个 这个菩萨戒的这个僧团啊 他减入了这个政治的斗争 减入了这种腐败的斗争的 这种贤国里面 在日本当时 那菩萨戒的僧团是一个 很大的团队 他们本身 就像古时候的中国的少林寺的 这个有这种出家人 他有的都有武功 都会拿那种大刀啊 拿那种长矛的 他们本身有那个僧团的部队 那个保护自己 但是当时呢 他们就是彼此的这个 不同派系的这个僧团呢 也产生了恶斗 他们比货山的呢 跟周围的阎城市的 这个僧兵啊 那边有僧团 就是说他们 这么说 别个地方的这个 这僧团的这些 他们只是刀拿起来就变成兵啦 就变成军队一样 这一定要痛加攻击 然后接下来还要去进攻另外一个派系 叫做新服事的 因为当时的这个道言呢 他是贵族出家 所以他就比较 他如果想好好专心用功就用功 他就比较没有去参理这些事 但是在这时候呢 他看了就感觉 怎么能做这种事 看到他们比货山 拥有那么多的这些兵团 这些出家的兵团 但是和临近的山景的元城市 还有奈良的这个新服事呢 就展开了斗争 然后他有时候就会问他们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那他们自己本山的比货山 都讲 这些其他的寺庙的这些僧团呢 这些僧兵呢 很难对付啊 实在是 意思就是说 想办法 一定要把他们打败 可是当时的这个道元大师啊 他就有那种悲天闽生的心 他说为什么准起这样的事情来发生呢 他同是佛门中人呢 怎么能起这样的纷争呢 他说 这种纠纷也不是说用什么可以去镇压吧 不能用武力镇压吧 但是 他们那个比货山里面 有一些同参道友就跟他讲啊 哎呀 你不晓得啊 那其他的那一些啊 严惩式的那一些啊 还有幸福式的那一些啊 哦 那些 这个讲话是比较粗啦 那些家伙都犯戒啊 有的还骑老婆啊 夜夜饮酒啊 吃肉啊 就是讲吃喝玩乐 还向老百姓换高利贷 好 这种 这种 我们现在讲叫做恶性必修哦 我们就应该去教训他 啊 反正说比货山的必修认为自己很正派 哦 哦 就是说这一些啊 这些寺庙的这种圣兵啊 哦 到处 骚扰百姓 还去换高利贷 啊 有时候他是这样哦 他是要借钱给你 你向他借他就借你啊 但是他没有跟你讲多少利息 到时候他就利息随他算了 哦 那所以当时有一些老百姓啊 就会讲说 哦 我欠钱周转你借给我 没想到还利息还比普通还贵 哦 那么当然有人会抗议啊 哦 你们出家人 你们身在佛门 难道都没有慈悲心吗 哦 当时的这些生兵啊 包括另外的那几个寺庙的 他们怎么讲呢 哎 反正像我们这种地位这么低的人哦 我们这种出家人 当时生团有些还是有些不平 好像贵族出家的就好像比较有前途啊 哦 他就说我们就算我们这种地位这么卑微的人 就算我们有慈悲心 我们努力修行啊 啊 还是不会出人头地啊 还不如想办法呢 存些钱来享乐啊 才发算 你看 出家等于换了另外一个环境去混啊 他还既然还可以拿钱去放利息 你看看 哦 这事不得了了 哦 还有当时的同样这些 一般世俗的人哦 还有 同样是出家人里面 除了说 他真的是发大福提心 为了断生死啊 或是为了要成就众生 他持戒严谨的以外 一般包括普通人 或是这个出家人 都认为说 只有名门贵族出身的 这样的出家人哦 才能出人头地 才有机会 比如说像现在讲 有机会读佛学院啊 还遇到某些大长老的栽培啊 但是当时的这个道言大事 就跟他们讲 这个对于我们像现在讲 就是说在菩提道上的行者而言 哪有什么差别 但是其他的这些僧众就跟他讲 像你是拥有优良血同的人啊 你有优良优良血同贵族出家 当然你会有好的待遇啊 你就不必向我们去担心将来的前途啊 将来如果说 寺庙如果没人供养啊 我们怎么办啊 所以像你这种命比较好的 就不必管这些跟你无关 这是我们的事 你只要你在你邪问上多加用功 就会有名望啊 你就你命比我们好嘛 你就不要管我们这些事啊 但是当时的道言大事就讲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不就跟世俗的人一样了吗 还在这个东西分别 既然同样是出家人 应该大家专心办到 所以在这时候呢 他的念于心的世界 可以讲我很痛苦 他说我读过这个中国高僧传 中国的高僧传 高僧的传记里面都写到说 哎呀 高僧们都是不求名利啊 只是一昧追求佛陀的教法 精勤修行 从来没有其实想说 为了什么生活去牟利啊 还在去怎么样怎么样的 还有彼此教派的斗争 甚至还动出动刀的 但是 其他人 他们这些同参道友啊 哎呦 说得那么严格 不就等于步上苦难之道吗 哎呀 中国是中国啊 我们是我们啊 哎呦 顾自己啦 先够不得才够佛陀啦 就这样 这个这一句法 有人讲说 是要先够不得 还是要先够佛陀 但是有一些比较 勇猛精进说 先够佛陀才够不得 还有一种就是认为他比较务实 先够不得才够佛陀 思乎较不客气 跟你说一句话 你够佛陀就是够不得 这个自己去体会 所以 这个时候的道元大师 意哭无泪 哎呀 佛教的根本是什么 这个问题都没有一个可以回答他 都是为了生活在那边 所以让他感觉很很绝望 然后他就问 这些上座的这些大佬 佛教的教法里面都讲 我们皆以计备佛的本质 但是如来 如果说我们本来就计足佛的本质 为何还要特地去修行呢 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去修行呢 如果说我们本来都是佛 为什么要修行呢 这个问题 有很多都在有这个疑问 但是在其他 当时他那些同山 他又消遣他 哦 你这个不愧是政治家的后代 到底跟我们这些凡夫生不一样 他说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这样的事 我们只想说看有没有好吃的 有没有可以多怎么样的 都没有想到你现在想着这个问题 但是道人就讲 我不是什么政治家 我跟你们都是出家人 这是我们活到修行者的问题 他说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 我们如何去广度众生 哦 让他那些同山道友就讲 哎呀 救度众生 哎呀 这种不实的事情 还是不要想吧 反正这是末法的时代 拯救百姓 那是让那些所谓的政府的工作 或是社会福利爱心团体 我们 我们把自己顾好这是对的 修行人包括我们一般的人 把自己顾好是对的 但不是只是顾好那些慈和玩乐 是把自己的自信顾好 该做的做 不该做的还是不该做 不是自私自利的 就是说把这个顾好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后来他在逼后 哎呀 想想我在这个地方 感觉这样会把命光浪费 后来想一想 下山去吧 再去思索 再去探讨 不然的话 也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他就在这个 所谓的建保二年 就是西元一二一四年的春天 他在这个比货三年 就只待了两年就下山了 然后为了解开 他自己心中的 哎这些遗货呢 就去寻找名师 他那时候找的名师 是很出名的名师 他还不晓得什么叫做光明的 这个名师 所以他到处 不过很诚心 多了试验 他都去敲门 去请法 当然偶尔有的大德会 好像讲一些法语 你这个领悟 不在于思考 也不要分别目的和所段 只要修性便是 但问题是什么叫做修性 他所以就感觉 好像以前师傅听过一位 讲得很好 一个剥裂心经就讲了六七十件 经常讲到 哦 你法语就要通达 法语通达 你就看到本来面目 但是本来面目是 现在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 好像人家问 这个佛陀教育基金 会在什么地方 有的人就讲 在一个 在一个什么 长寿宿灾馆的隔壁 人家再问你说 长寿宿灾馆在哪里 在佛陀教育基金 基金会的隔壁 听起来都有讲了吧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人如果不晓得 长寿宿灾馆 也不晓得佛陀基金会 在哪里 就算你跟他讲的 这两个名乡 他去哪里找 所以师傅以前就碰过 这么一个笑话 好 不过也很赞叹 佛陀心经可以讲 这六七十几 针对这种各种名乡 言耳鼻舌生意 舍身相畏触法 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六根 就是我们讲的六处 还有这个 言耳鼻舌生意 舍身相畏触法 再加上所谓的六四八四 十八戒 这样的 不得了 有时候说起来不好意思 都没抓到养畜 那你这样跟他讲 讲了一堆名相 重点没讲到 是说 那怎么办 你说说看 佛陀教育基金会在哪里 在长寿 素菜馆的隔壁 听起来好像有道理 在长寿 素菜馆的隔壁 就是佛陀基金 但他不知道长寿 素菜馆在哪里 再问你 请问你 长寿素菜馆在哪里 在佛陀教育基金会隔壁 那不是浪费人家的名光吗 你根本就 讲个不好意思的 就在那里讲一堆名相 所以这个有时候 是会闹出笑话 所以在当时 你看这个道元大师 多慈悲 为了求生命的真理 为了求佛陀的正法 他又去找当时的高僧 这个供应真上 这供应是这个 阎城市的主持 和他的俗家 他的九我家 还有他的送店家 娘家那边 他母亲那边 都很亲近 我这个大师就跟他讲 你的疑问我也很明白 但是大人大师就讲 这个问题我都 抛给你们 一些这些很出名的 出家人 还有名望的人 但直到现在 还不能解答我的疑问 拜托你无论如何 请教导我 那这一位大德总算 比较实际 教学上的答案很容易 但是这能不能使 人是不能使你领悟 现在中国宋朝 听说残狠兴盛 或许对你适合 这位大师就最少 讲得很坦白 不会说我随便跟你盖一盖 希望你来当我弟子 我传你一个法 不会这样 因为他来了解说 向上一步 千胜不传 心形触灭 一言道断 说是一物极不重 像这样的不是说 可以用言词去表达 像师父现在在讲的 也只是 勉强用文字这样在讲 你内在的是不是到了 那只有自己知道 还有过来的人 他可以知道 所以在当时的道员 就这样讲 到宋朝去 那要掩渡中国 那么当时的这位大德 就推荐他 你可以去拜访一下 贱人寺的荣熙法师 光荣的荣 西方的荣熙法师 那是佛喜可以荣熙 荣熙法师再度前往 他如果要再去中国的时候 你可以跟着去写 中国的产 所以这时候 他总算碰到了善知识 你看那个 那个言诚式的 发言的言 这个我们讲说 某某 某某古城 某某称 的这一个 这个言诚式的这个主词 这个在日本当时的 这个叫做 公印真上 公就天下为的公 天下为公的公 印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赵光印的印 当过皇帝的 皇炮家身的那个印 公印 真上 真是就是出家的那个真 上就是上下的上 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可以看 对他也是个善知识 他总算 指点他去找这个荣熙法师 好 那么他就去参访 又去了 就照古时候的规矩 去就跪下来 磕头顶礼 然后我发现这个诗宴 这边有盗器 所以在建人寺 那个寺庙 道元和荣熙的高徒 明前就会面 他还没见到这个荣熙大师 他见到他的徒弟 这个明前就是光明的明 我们说前提 前部的前 那么他这个明前就答应他 今天你开始 就让你挂单在这里 常住这里 修训 你看 那个大德指点他的去找荣熙大师 但是他是 拜这个明前为师父 是拜荣熙大师的弟子 就在建人寺那边 就实际的学习 就是说他们那一边 就是说古时候的禅寺 尤其日本的 他们的那个木板的那个 怎么讲 他们的建筑是以木板为主 以木材为主 所以他们的走道啊 走廊整个都是木板 那个经常都要插那个地板 用那个麻布啊 桌布啊去插 等于那个也都是 我们现在讲说会念佛的 一边脱地一边戳 也可以念阿弥陀 阿弥陀都可以念 但他有他们的一个方法 就在那一边 道元就在那个 等待将来可以到 中国宋朝的这个地方 但是在这个日本 他们承久三年 西元一二二一年 他们的五页叫做 承久之乱爆发 他们那些诸侯的名字 一个叫做后鸟以上方 后面的鸟啊 这个鸟椅啊 这个翅膀的那个椅毛啊 后鸟以上方 上下了上皇帝的房 后鸟以上方出兵了 他去讨伐当时的连昌木府 香气的震惊 就是去跟他说 木府就是他们所谓 大将军的地方 结果等于是诸侯 跟这个执政者呢 就是动了干国 那京都的战俘呢 相当是死伤遍地 但是最后 是起来要革命的战败 在这个当中啊 这个道研大师啊 他在这样 有时候出来心脚 看 哦 路上 那街上死了那么多人 有些 他去拿一点水 给人家喝的时候 你看那灵命中的人 还在奠念着 哎呦 我家里还有妻子 还有小孩 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办 生老病死免不了 两半 结果还是死了 他想帮也帮不上 所以你可以看出那种 那种无奈 哎呀 双方 通通都是 我们讲两败俱伤 但是古时候 他们有时候 有一些游戏规则 如果是说 实力都已经差不多了 打杀了差不多的时候 为了要求和的时候呢 有一边 你如果要再打 可能还有点力量 但到最后可能 全部也会被消灭 那么另外一边 有时候想说 哎 再打下去 虽然最后可能 可以赢 但是可能我们也是很惨 那么会 彼此会有一些条件 就是你当初 起来革命的 造反的这几个人 我们现在讲 就是把他放逐 就赶出你的诸侯的领地 那么这个战争就可以结束 所以那次 策动这个陈九之乱的 这个候鸟椅 还有这个所谓的土义门 还有顺德 三位上皇 他们这个就是 当时的诸侯 这些人都是 道元大师 他的父亲 久我通亲的亲戚 你看看 所以他也是感叹 这个世事的无常 哎呀 他说 他更体会说 如果要将人们 从这种贪嗔痴的这种 造这种杀业 从这种痛苦的当中 来把他们解救出来 必须要学习中国的惨法 感觉日本这样的佛法的 那个还是不大够 所以他就问他的民前师傅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中国 刚才他的这个民前师傅 是跟他说 现在目前国内 如此动荡不安 是不利于和中国的交流 当时道元大师 他只是说 很希望能够早一点到中国 学习正式的惨法 他那时候的这一位民前法师 就是说 我也是这样想 但是我们目前的能力 还是没办法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 等待这个时机 但是在古老的时代 就是求本师释迦牟尼佛 求观世音菩萨 早日圆满这个信念 而且他们两位的信念都很好 我希望能够早一点去中国 找到救度众生的方法 这是有大圣菩萨的信 所以后来 这个道元禅师 他达成到中国的愿望 是在真应二年 也就是西元一二二三年 他已经二十四岁了 那一年的春天 总算 可以要到当时的大宋 就称为宋朝 中国那时候是大宋 可不是送红包 送你好吃东西的宋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 人家那个姓名的宋 古时候有这个宋朝 可以去这个大宋 但是他很欢喜说 那可以去了 但是那个民前法师 但是不见得保证 可以佛着回来 但是道元也是道清兼顾 我本来也有这种节物 反正就大船就出来了 他们从日本的那个叫做伯多 伯多 伯士的伯 很多的伯 伯多 这是一个很出名的港口 从这伯多港出航 就是往大宋朝起 那么这个道元大师 在船上 你看他的心中的念头 希望我到了中国 我这些答案 都能够让我能够解决 但是我们讲说 这个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但系佛福 这船在半途上 就意义到了 我们讲这种 类似台风的这种现象 就是古时候船 它搭的船 已经是很搭的船 但是如果碰到这一种 这一种狂风暴雨 就是说怎么讲 这样音音哑哑哑哑哑哑 好像那个船都快要解体了 但是当时他们师徒 这明前法师跟道元大师 他们就是 我们现在讲就是正念 跪着念观音菩萨 那就像我们那个 庙法连华经观世音菩萨 福门品一样 若你大船碰到黑风 要催入罗叉鬼国 说你要念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心生九苦 前船都已经下得东倒西歪了 他们两个很勇敢 那个明前法师在讲 纵使命丧已死 来世也要完成这求法之理 你可以看到道性多坚固 就算这一次上命在这个海浪之下 但是我来生也要完成这个愿望 新陈感动 所以这个暴风也就不生不灭 就平息 结果他们两个师徒就到了中国 平安地到达了明州的庆岩湖 就现在中国的浙江省的林坡 林坡那个地方 林坡也是有海港 但是到了那边以后 这个道元大师和他这位师父这个明前法师 就个别行动了 这个明前法师他就前往天同山去 那么道元大师因为他的登陆的 这个所谓的问题 就像好像讲一些签证的问题 所以说暂时还留在船上 那在那个地方逗留的这一个道元呢 他每天和那些港口的这些机民接触 也增广见闻 那么有一天 有一位在这个阿易王山 中国有那个阿易王寺 阿易王山担任典座的这个老僧 就是老毕丘 前来拜访道远 他问他说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日本出产的相骨 因为古时候像他们这样的贵族出身的出家人 如果到中国要求法 还是会带一些所谓的土产礼物或什么的 那么这时候道元很欢喜 那就请上床吧 我们到船上谈 同时我也想请教一些 我们讲就是佛法上的问题 禅法上的问题 那么这位老典座 就老修训 他说四十年来 他在中国各地的试验不断的修行 已经四十年了 我们听听看 四十年的行脚 在中国各地的试验不断的修行 那七年夏天开始 在阿易王山任典座之子 他说明天是端午节 要煮面 请法师们吃 那做这个汤 如果有香菇的话 这个汤头会很好 所以想说你们日本这边来的 如果有香菇 是不是能够大家接人一些 那么这个道研就请教他 你从阿易王山到这边有多远 大约三十六里 你现在算就是二十公里 二十公里开车是很近的 不过走路也算一段距离 那这个道员就说 哇 那么远 你老人家还这样子辛苦走过来 那么这一位老典座就问 这也是修行 道员就很感恩 能听你这一番话 也是我的言 也是我的福报 那么今晚就说 请你留下来 留在他道员 船上有类似他的餐访 请你留下来 但是这一位老典座 老修行 老必求 跟他讲不行 因为我还要负责明天的饮食 明天他煮给大家吃 但是这个道员就跟他讲了 除了你以外 还有其他人可以处理 这些佛食餐饮的事 但是这个老典座跟他讲 所以这个不是这样的 他说我这个执事 我这个典座 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修行 我就是负责生团的这些 我们现在讲的 大辽煮饭 煮菜给大家吃的 他说 这一个执事 这个工作就是我的修行 我怎么能可以教给其他人 那这时候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道员大师 就这样跟他请教 像你这么年纪大 这么大的人 为什么不做禅 不静坐参禅 不看些经典 不读书 为什么你只做这种 大辽厨房的工作 那么这个老典座 他也很慈悲 哎呀 年轻人 你还不明了 什么是真正的修行 那这时候 道员大师就 请教他 什么是真正的 佛道的修行 这个老修行 只是微笑 不非答 好 我们以现在来讲 这个道员大师 也是真的很有心 哎呀 老修行 请你慈悲 你就跟我开示 什么才是真正的 佛道的修行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老典座 跟他讲了一句话 这个大家要注意 这个答案 必须你自己寻找 必须你自己寻找 这个好像我们讲 你修行 你是不是 了解了 有时候 似乎 他不能跟你讲 讲多的是害你 你只着在那些文字像上 然后这个老修行 就跟他讲 哎 你什么时候来 我们阿异王山吧 就到他们寺庙 我们到时候还可以 针对此事 好好再研究研究 然后说 哎 太晚了 告假了 你看 我还必须要赶回去 所以这时候的 这个道员大师 哎呀 这个在中国 嗯 确实是 有很多可贵的东西 以我们现在讲 叫做 见贤施起 哦 我看到一个这样子 出家都四十年的老修行 他为了身团 为了他的执事 要这样子 很翻识的这样子 在 我们这样子说 不辞劳苦 而且老修行跟他讲 我的执事 就是修行 我所做的事情 也就是在修行 不一定是坐在那边 不一定是说 我一定要诵经 或我一定是在念佛 或是拜佛 那这个地方 我们大家要注意 但是诵经念佛 拜佛 或是你送金刚经 那个也是修行 他的重点是不要做 有时候听经文法 你可以消贵自行 那个也是修行 到最后是 也没有所谓的修不修 但是要注意 不要太心外求法 心外求法 地方跑道太多了以后 起了很多的奇色分别跟比较 到最后 他也逼迫 张仪道法 不得心血 把命光浪费掉 很多的法 很多的经典 都很殊胜 那个都很殊胜 但是 不要心外求法 命光有限 心外求法 到处跑跑比较 因为每一个师父 他多少都有 他的射手力 多少都有 他的因地发的艳力 但是有时候 我们自己 跑太多的时候 哇 某个山 有某大的 讲的多殊胜 然后过几天 某个又跟你讲 某个多殊胜 尤其听到最后 哇 切实都很殊胜 糟糕了 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办 良扮 老实一点 相应的 一门深入 必定成就 搞多了 把自己累垮 他有些比较 比较 有一点点大慈悲 或是有点个性的师父 他有时候 就会认为说 同样的因言 华是平等 他不想浪费明光 他认为说 你没办法 异教弘行 既然佛法讲平等 那他可能就 不能老是 健顾着你 老是健顾着你 因为会产生 也是有点感情 也不行 所以修行 我们为什么说 善知识 我们要尊重 真正要实修 最简单 求低点 不要去碰到那种 比较外道的 或是说 心量比较小 或是没有发大菩提心的 或是知见不正的 你要求佛菩萨 求本师佛 求观音菩萨 那跟你有言的善知识 刚快 相应 不一定是 就是说 我现在坐在这边 在讲的圣迹 就是你的 这个很适合的 不一定 但是你要用 很真诚的心去求 求的时候 可能 你精神相应的师父 我才会在决心中 supply 对 去 基患 我 就 感谢观看